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通常不会让它独秀 通常中医常常做养生各式各样的料理 或者养生茶的时候 或者养生甜汤 你都会吃到莲子百搭的好像叫做红枣 它们像双胞胎如影随形 那夏天这个季节 这养生三宝对现代人都很棒 真的 你会发现夏天 尤其是这一阵子 不只是整个地球现在要烧起来 整个人火气也上来 所以很多人在夏天都有感觉 就是整个火气是往上走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把这些新火消下去呢 有时候就要靠色三宝 尤其这个莲子 大家都知道莲子就是降火气的嘛 尤其如果你连那个新一起吃下去就更有效 但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除了它富含的维他命C之外 其实之前还有研究发现很妙 他们把这个莲子的那个脆除药 打去用做动物质烟 发现它还有降血压的作用 然后甚至呢 他们发现有人 他可能对降脑压有帮助 所以我相信他是整体把你身体 本来都已经扩张 已经剑马弩张的这个气都消下来 所以降心火 另外他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说 这个莲子里面有所谓的生物碱跟丹磷酸 那一个呢 可以去帮助你那个抗氧化酶的作用 所以让你的抗氧化力增加 一个本身就是很好的抗氧化物 所以想到抗氧化你就知道 所以他们认为它可能有抗氧的作用 所以莲子比你想象的 除了降火之外 有多很多的现代医学发现的好处 至于莲藕更不用说 莲藕最近不是几年 因为有一个会算病的医生 他呢 自己就是每次都会用那种 各种科学统计的方法去计算说 你在什么时候生最容易得什么病 他的最重要的养生方之一 就是莲藕粉 他非常非常提倡这种 尤其是天然的 我们国产的莲藕粉 他说这整个其实 他认为对心的保养 尤其心血管的保养 是第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你夏天 不是要护氧吗 所以当然也要莲藕 至于红枣 红枣它除了一些 抗氧化之物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是 它是天然的甜味的来源 对 因为我们常常在想 每次养生的时候 总是要吃得苦 哈哈不就很惨吗 所以这个时候 红枣除了它本身的 高的抗氧化物之外 最重要是天然甜味来源 让你在夏天里面 你有甜品或甜饮 或养生饮 有一种比较好的入口的口感 就更好吃 我问一下周太一 真的这个季节 刚好新鲜货有莲藕子 那莲子有的时候 不是新鲜货 也有一些这一个 中医中药会用到干货 那这个季节的莲藕 莲子都是当令的好食材 对 因为莲藕 其实莲藕和莲子来说 第一个是先从莲子开始生产 然后莲子本身从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像 那个一个莲蓬头 这样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新鲜的东西 是最好吃的 所以如果说新鲜的莲子 我们在一个清热厨饭来说 它的生食 去做冰品都很好吃 很新鲜 但是它很快就是 它很不容易被保存 所以我们要利用很多的方法 去让你保存 比方用烘干晒干的方法 去发冷冻箱 或者烘干的晒干的方法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 干莲子是适合 一年四季去使用的 那事实上莲藕本身 我要特别再补充一下是 因为莲藕 我们会发现说 莲藕那么脏 额额额额的 莲藕 它本身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 你会发现说 莲子好干净好漂亮 可是你看莲藕脏成这样 都是土耶 对 可是它真的是很厉害 它就在中医叫做零根 我举出一个 像我那时候刚生产前 我就找一个 要替代一个医生 来帮我代班 就那时候一个92岁的医生 叫江通 他来应征 我一个30岁的 要生产的 找一个90岁的老先生代班 他就是报纸上说 100岁有45岁护理长当女朋友 而且他每天吃阿华田而已的一个医生 他早上起来就喝莲藕汁 去清热除烦之外 还去可以降薪火 你现在宣传莲藕汁喝到92岁 还可以交女朋友 但是一周开有保派出他的女朋友 因为有些人30岁就交不了女朋友 他真的很喜欢那个约朋友 约朋友 那这种东西是事实上 他在一个男生的保健 或女生保健之外 还有就是他对心血管 因为本身他不是一个很热 像人生很热去强化心 他不用 他是一个非常的温和 而且良性适合台湾的心血管的保护的 那问一下刘医师 我们刚刚讲的夏天养生三宝 不是只有莲子瘤好棒棒 这个红枣医学研究 也是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还可以防癌抗癌 对 红枣其实营养素非常多 我这样讲就是说 其实我有一个肿瘤科的医生 跟我好朋友 我还以为你也是吃啪小女朋友 这话不要乱讲 我一个肿瘤科医师好朋友 他真的他每天上看诊的时候 他就泡个茶 里面会丢两个这个 我把红枣丢下去 就红枣茶 丢下去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你是干什么 他说其实这个对他帮助蛮大的 我说帮助为什么 他说其实因为他肿瘤科医生 他肿瘤科医生 一定教他一些防癌的方式 那为什么这个红枣 是有些防癌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 其实他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成分 他有皂肝啊 不是只有男生才有皂肝 红枣也有 对 我们先讲这像云香肝的东西 云香肝来讲 其实在我们这个营养医学治疗来讲 蛮有意思 很多过敏的人 那这云香肝它的成分 事实上它可以让我们这个过敏 我们过敏有一个这个就是肥胖细胞 它放出阻殖胺 你放出阻殖胺之后 我们开始养啊 抓了 我们医生开始抗阻殖胺 所以云香肝的成分蛮有意思 它可以抑制我们这个阻殖胺的释放 而且它会让我们这个血管稍微扩张 扩张怎么样呢 我们血压自然会舒缓 所以云香肝 因为皂肝来讲 刚刚我们宁管讲 皂肝跟这个三贴类 其实它这里面都是算抗癌的成分 那皂肝来讲研究有非常多 它本身来讲在我们肠道 它会吸附一些胆固醇胆酸 可以降低这些我们叫胆固醇胆酸的吸收 所以为什么在有些研究发现 这个东西来讲 你剩下去我们这个坏的胆固醇 叫做LDL会下降 那当然三贴类就很多啦 不是光是人参 甚至牛章 或者有一些很多多糖里面 这个都含有这个三贴 三贴类来讲 它为什么就是它这里面可以抑制 因为我们很多动物实验 发现细胞实验发现 它这下去之后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癌细胞 它可以促进癌细胞自我凋亡 自我凋亡这个 对 其实我们来讲 就是说你已经有癌症能 那我们也许吃点这个东西 是有些帮助 我们没有癌症能病人 平常把这些有含三贴类 这些东西养生东西 入食材的话 你随时身体会产些小的 这些癌细胞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促进 对 可以降量 促进它这个癌细胞 自我凋亡 自我死亡 那维通西单呢 我们讲它很有名 就是已经是抗氧化 非常重要了 可是它竟然有钙 钙 我很惊讶 有 对 钙来讲我们讲说 其实我们讲说 有一些钙就是帮助骨骼 所以没那么简单 骨骼牙齿 这个已经不是这么单纯的 我们很多人现在钙都不太够 会失眠 失眠来讲的朋友 很多人钙摄取都不太够 那一般来讲 我们自己台湾的统计来讲 国人大概钙摄取 大概都是在标准是一半以下 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这个钙 真的摄取不够 所以我们红枣里面 市场是有钙 钙来讲的话 跟它每结合的 我们在睡眠的脑波来讲 会让我们脑波容易进入深层 我们台湾话常常讲 所以我们有了 我还有一个朋友说 他就是常吃东西 他本来是入睡 是有点困难的 结果他不但入睡困难 而且深层脑 睡得比较丑 比较深层一点点 他睡眠效率会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 整个红枣的营养成非常多 但我们的抗癌 抗癌 防癌 或者是抗衰老师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三宝真的都是宝 那我请我右手边的三宝 跟左手边的一起出来 这个今天介绍三宝 那这一个季节很妙 大家都常常 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看 最容易看到的 这个季节因为是 莲子莲藕的季节 所以很容易买到 所以我们今天 节目现场有 莲子的新鲜货 那很妙 我第一次看到 洪树庆 这是红色的莲子 我们从小看到 莲子都白色的 这个是一般我们说 在市场上面买的 叫仙采莲子 那在市场上面 我们买的仙采莲子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三种 一种就是台湾本土的 就是白河 对 台南的 还有北部有观音 对 会有仙采的莲子 然后我在判断 照我的经验 今天宁馆手上拿的 这是从越南进来的 但是我刚刚讲 还有一个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 你在市场上面 会看到有 在这个季节 因为仙采莲子价格好嘛 你就会有用干莲子 用药水重发 然后虽然你会闻到 就是有那个双氧水 泡发的那个味道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同样买新鲜的 有的时候是新鲜的台湾货 有的时候是越南货 有的时候是搞不好 人家用干燥的 在泡水 泡回来的 泡回来的 而且王明勇 现在把红色的剥皮 其实 剥完皮就变白色了 对 其实就跟花生一样 它外面表皮有一层 其实就是像花生皮一样 就是它的膜 对 其实是这个没有剥皮 应该是这样 它是一个连蓬头 那如果在连蓬头的时候 你剥开的时候 其实它是很绿的 对 就很像一颗冰榔一样 对对对 那你把它剥开的时候 如果是先采的 真的你入口是 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甜的 那这个可以先吃吗 这个可以先吃 但是我今天吃了之后 我发现这些都泡过水 对 所以它的味道已经走掉了 而且不要 其实如果能把它新鲜 你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它赤上 就跟刚刚阿芳老师说 它是绿色的 对 因为它的含体量很高 所以它立刻跟空气变 三氧化二铁 所以这反而是健康的 这是好的 所以变红是因为含体量 它的氧化的效果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在市场上面判断 除了价格 今天我们执行制作 妹妹她们买莲子 我一来我就问说 你们买一斤买多少钱 他们就跟我讲说 买一斤180还是170 因为我看样子 我就说这越南 那我们台湾的莲子的价格 仙采莲子一斤的价格 在差不多360到380 我要先讲就是这个价钱 不过360并不保 你试一次看看你会知道 对 然后台湾的莲子 前面的前头这里的颜色 豆仔会比较黑一点 颜色会比较 你在白盒看到 就是前面的这个硬直的地方 它也看明显 再来呢 白盒他们很多用手工去戳 对 然后偶尔你会看到仙采莲子里面 有一个莲芯 有夹几根 我从来不会去把它拿掉 是 刚刚周医师也有讲 那个莲芯很好的效果 我煮的时候 对 在这里面 这一个就是莲芯 然后这一个就是很苦 可是夏天觉得吃莲芯 是清热结果的样子 那保师傅 有的时候买莲子会买到 像我手上的干货 那你说干货好坏喔 平放都知道 平放你 譬如台湾的 平行拍一拍 拍一拍 你这个袋子上面还是干干净净的 没什么 对 这包还干净 这广东人很会分这个 这个后边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虫的大便 虫的大便 这是虫的大便喔 对 还有碎碎的 还有它又排泄出来 它的亮度已经不见了 对 它脸纸上面的亮度已经不见了 所以好的莲芯要长这样 对 而且因为这是 我从我们医院带过来的 你还有注意到说 它的地头很容易黑掉 这是正常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它的头 头那个地方 这是正常 你晒得越干 它色素会越沉淀 那是合理的 因为它很铁质 对 不用担心它是有坏掉或什么 你有加丢白水啦 对 所以要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 因为刚才阿芳老师有讲 有时候你到市场或者你买一些东西 你会觉得 为什么它的莲芯那么的白 对 或者它甚至有一个奇怪的味道 那是因为它可能为了让它保存 或者让它颜色好看 它就会泡过氧化氫 就是双氧水 对 双氧水 那之前因为政府才抓到一批 它是用工业用双氧水 它说它至少已经做了八年了都这样用 你知道所以你有时候觉得说 为什么买东西回去之后拉肚子 有些人拉肚子都想到两件事 一个事情说应该是东西不干净吧 或者是我是不是肠胃生病了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 当它的过氧化氫 就是双氧水残留过量的时候 它会肠味道刺激 你也会拉肚子 就会肠燥 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 奇怪 某一家店的那个 我怎么吃的老是拉肚子 你要怀疑说 它可能是过氧氧残留的过量 那阿芳姐姐 我在传统市场还常看到莲藕 可是今天很妙 你们今天教我说 买莲藕要买这么脏的 不是脏啊 就是买很干净的 没有错 一般是人家洗过的 一般你在超市或者是卖那个市场 对 都洗干净的 有两种都是帮你洗到 而且洗得很白 对 其实我们自己洗过 你把它刷开来 其实像莲藕一样 像莲子一样 它是这样扑 而且会有老人斑点 对 还会有老人斑 可是为什么要买带土的 没有泡过水啊 一样的跟莲子 你如果吃粿水 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吃水 吃进水味 这样子的莲藕它才会甜 那除了莲藕尽量买带土的之外 刚刚洪肃清讲 有些养生专家吃的是藕粉 我们今天气质买了一个 粉红色的藕粉 我们阿芳姐姐带来了 这一个是有一点点 白河的藕粉 我们应该讲 莲藕粉在这几年在白河 是他们农民非常骄傲的一个农产品 我先强调 一斤好的莲藕粉 它真的不便宜 七八百块是很正常的 因为它要很多的量 才能洗出来的 那你说 我买便宜一点的 我说你只要买 那个一斤浓巴沙巴 我说你叫冤大头 为什么 看起来很便宜 可是事实上 一斤地瓜粉 它可能只要20块 25块 你要花200块去把它买回来 还要加香料 还要加色素 人家这个有写 它是木薯淀粉 对啊 就地瓜粉 莲藕汁还有使用色素6号 是 它是调红的 它这个就是它的格格 是来自于木薯的淀粉 就是地瓜粉 或者泰白粉系列的 它有加莲藕汁 加粉红色是这样 可是这个的淀粉 是用洗出来的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从刚刚的莲籽 来 我们拿一颗 刚刚这个会氧化荷变的莲籽 跟这个莲藕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颜色 其实它都是同一个 对 带这种褐色 都是同一个 因为它含有铁质 丹宁的物质 黄褐色 黄褐色 所以你看它去拉起来 我们找一支汤匙 我找一个 这杯就是粉的莲藕粉 对 这样泡出来的 那这个粉红色的 我们继制买的 果然变成粉红色 来 你可以看到 这几年很养生 它们就是流行 对对对 小时候我们的阿嬷都会跟我们说 你先用冷开水 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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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几年 白河为了区隔 它们是真正的莲藕粉 就是滚水 你把它用撒的下去 它就像你喝到的 就跟那个西米露 一样的感受 然后有那个藕香 我今天没放糖 如果放糖其实冰凉了 是很好吃的 是非常好吃的 然后它会有 这真正的莲藕的一个 莲籽的颜色 不是 你吃那个 我不就是要吃这个 这个很新的吗 它的抗氧化性 是蔬菜里面最多 所以它可以说 亚洲蔬菜之王 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古人说 如果你要不显老 就是一日要13枣 你如果女生要 洗皮肤好 周里就是要加红枣 是不是真的很有效 这就是我们讲素薯淀粉 就是地瓜粉 太白粉的 素薯淀粉 那这个我们在外面 所以大家就知道 怎么样去区隔 好 那刚刚讲养生三宝 另外一宝叫做红枣 这厉害了 厉害了 这个是红枣的新鲜货 来 大家吃一个 这个一样也是这两个月才有 照顾一下左边那个刘医师 好 来 那这个新鲜货吃起来 是juicy 而且是枣味的 对 它还有一点点的色味 我们应该讲说 红枣的生果 它还有一点点的色味 那宝岛台湾最有名的红枣 应该绝对是公馆莫属了 到那里现在都是枣子树 然后而且现在改良放地 还可以让你自己去采果 然后这两个月收成 你看看 收成下来的红枣鲜果 带红带绿 它是生果在带红带绿 红的地方就是被什么 被太阳照到 日照的地方 只要你把它摊开 然后给它最充足的日照 三天左右 你可以看到 刚刚的那一盘 有绿有红的红枣鲜果 它就会看到大家 很习以为常的红枣 是真正你可以吃到红枣香气 刚刚有讲到说 它提供的是红枣的 是一种甜味剂 对不对 在食疗方面 它是一个甜味剂 还有它有另外一个 就是它有香味 还有就是很特别的 在植物里面 我们说植物里面 你要让它产生钙 很特别的 就是要晒太阳 像日本人很重视的 就是像不阿瓜 也是一样 把它拿去晒 就晒成一种 好酱喔 而且它这个酸味没有了 对 色味也没有 它就浓缩了 它那个红枣的香气 我今天晒好多 好 所以这一批是 阿芳姐自己晒的 可是一般观众朋友 没有办法自己买新鲜货晒 有的时候会买到 这个外面市场上 或者中央仿卖的 对 这个就是一般 就是进口的红枣 一般是从内地大陆过来的 那我们先讲说 有一个判别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 叫基辛枣 对 如果以这种 红枣的话 越小颗 它的品质越好 越入业 对 在我们说 采买的角度上面 它的品质越好 但是呢 在这几年 在台湾也会看到 另外一种 这个叫玉枣 玉 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 红枣很大 我给大家看 它里面会比较潮湿 满满的肉 它里面的肉质 就非常的丰厚 很多人现在把它 拿开来夹核桃 然后这个就是从在河北 新疆的地方产 然后它们的日照 还有它们干爽程度 所以品质也很好 它甚至放在中药隔壁 就会有药味 可是我今天才从袋子打开 所以基本上 这些干货 我们说你家里买了之后 你要保存 红枣 切记 因为它的糖分高 还有它的酸味水分 都其实你觉得好像干了 事实上没有 所以它很容易发霉 切记 妈妈买上 你以为说 人家有点都白的门口 你白的门口 不对 一定要放在冷藏 或冷冻的状态 那我通常就会用夹链带 然后比如说 我原本一包满满就满满 可是慢慢用 我就会把它 这样子在密封 空气 然后你用这样子 没有空气 然后橡皮筋砸着 放冷藏或冷冻 对 这个才是保存它 最好的一个条件 这样子 好 谢谢我们来宾的分享 谢谢 好 接下来 保持副要分享一个 莲苞蜜豆炒肉丝 非常推荐这个季节吃 对 非常方便我们吃 好 来 上一点油 对 那刚刚 这个准备的材料 都是这个季节很简单 因为这个季节 有很多莲苞 这个做各式各样的料理 都非常的受欢迎 那蜜豆 竟然是讲这个 对 蜜豆就很甜 这个台湾人叫甜豆 甜豆 香港人叫蜜豆 我就叫蜜豆 蜜豆 因为它甜度是高的 对 它也很香 很香 好 我们放一点油 待会要炒肉丝了 保师傅你们香港人 好像喜欢枣 各种枣 尤其是煲汤的时候 都会用枣 什么汤都要用红红枣 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纸 所以你们要炖汤 都会专程去那个纸 对 我们把枣都炸到中间 把它两边剥开 是用剪刀喔 对 你们平常都怎么剪 我们就是细节营汤 所以我们餐厅 我们把中间炸住 真的喔 我如果高纲的洗漱 你有的时候也会认真去纸 用吐的 用吐的 但是就会用这样的筷子 但是这样吐也是常常会招惊 就是把它裹肉吐的不美啦 对 可是这样子吐 你看 纸跟那个 就可以去除了 你们用剪的 我们用炸就 只要我们炸就中间在纸 刚刚炸就中间在纸 然后呢 然后就 左右两边把它剥开 剥开了 剪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剥开这块肉 就留着炖汤煲汤 对 没错 好 那保师傅热了一点油 要放下 我们游戏刚刚有放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点的糖 对 好 一点点的酱油 一点点的糖 对 没错 好 我们先把油 先把它放下去炒香一下 保师傅你来台湾几年了 二十七年 二十几年了 国语怎么烂对不对 我跟你讲 在 你问阿方老师 我没有讲 我的狗根话算不错 国语算不错 他现在讲的是 我平常私底下一见到他 我说 枉费你来台湾交这么多女朋友 然后呢 当天在讲话还像韩克乳蛋 那就是保师傅的问题了 你这时候要交女朋友 要交台湾女朋友 不要交香港女朋友 你永远就学不好台湾的话 我们再把银豆放进去 银豆下去 银豆下去 好 好香喔 要把肉丝炒香 还有辣椒汁 辣椒汁 辣椒汁 香港人除了炒这个莲藕 平常还会怎么吃莲藕 莲藕啊 我们去煲汤 最喜欢煲汤 对 还有焖男仔 什么东西 煲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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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层五花肉 煲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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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宁管你拿那个 我们说藕 其实它有分头尾 来 前面它会比较胖 动眼比较大 然后还有它比较老藕 更松 就是越胖越胖生 它的越本质 那这里算头还是这里算头 都 这个啊 这一段都还 前面还有 后面还有两段 总共五节 然后最末梢的那两段 所以每个都有五节 对 一般 成熟啦 够成熟的话 五节只是太长 它会帮你结成三节跟两节 蛤 不是都三节喔 没有没有 我们在市场看到都三节 然后最后那一节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节眼的 那后面那两节它比较 通常是纤维会比较细一点 我们就会拿来做凉拌 然后如果大藕的话 大洞的话拿来煲汤 阿邦老师的意思就是跟甘蔗一样 甘蔗炒和甘蔗味 头尾的味道跟风味品质不大一样 纤维纸的结构不大一样 所以比较大口的 肉比较大 比较大 我们可以拿来就是 滚汤 然后或者是 江浙点心味里面甜糯米 然后去煮出来它就很软糯 可是后面那一个你怎么熬 它就是浩浩的 那通常你浩浩的口感不好 所以那个部分会切很薄的片 比如是汆烫 这两年很流行拌什么百香果汁 对 两百这些 对 就是做那个脆的口感 好 阿邦姐姐讲的切片 就有点像我们锅内现在的 这一个莲藕藕片一样 对 没错 那保师傅刚刚放下了藕片 跟我们的酱油 好 一点点糖 一点点的酱油跟糖 一起拌炒它 对 这是很简单 我觉得一般人都学的会的 对 而且莲藕里面 莲藕它真的百搭 因为莲藕里面多分类和类 黄酮类是 它的抗氧化性是蔬菜里面最多 所以它可以叫做 真的喔 而且它如果说 我们跟最低最低的比例的 黄瓜 南瓜比 它可以差到33倍 再多分类 所以你看它要保持 用辣椒或是一些猪肉 它可以去互相达到 它的化学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而且它女生 我正是建议多吃 因为我们中医来说 女生三日不能断姜 断偶 男人三日不断姜 所以男生三天内一定要吃一次姜 女生三天内一定要吃一次 这五节的话 随便一个月就吃完了 不用 它女生不光是所有的 供回上面所有的一些 微氧元素矿物质 它里面包括一些 类黄酮等等 就是维他命比较没有东西 所以有一个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棒 非常香 它有一样 莲子真的是叫万人转 万人转就是它任何人都百搭 去配了一些 你刚刚刚才说的芋头 对男生的一个高悬压 可以降薪火 高悬压 好 那我们寶师傅 这一个 莲苞蜜豆炒肉丝也好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我们寶师傅 这个莲苞蜜豆炒肉丝 简单又好吃 甜豆真的是甜的 真的是蜜豆 而且很清爽 你会发现莲苞很像炒很 三个都很脆 对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他没有用勾芡 刚才那宝师傅说 那莲苞本身就这样勾勾嘛 对 所以感觉把它味道 把它中和在里面 它会浓稠 然后会吸附 巴附它的味道 而且这很容易学 很容易炒很容易做 对 而且我们常说藕断丝莲 就是那个丝 还有它里面的成分 我们刚才一直说 女生要不能断藕 事实上男生更要吃这个莲苞 因为它本身是在血管的 清道夫的一个名称 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就是我们在吃莲苞的过程中 其实对于心血管的一个补充 比方说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还有对清晦油 还有这男生喝了酒之后的一个脂肪肝 它可以推掉那些脂肪的一个堆积 它都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但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在女生 比方说女生的一个月经的问题 我们算是用的比较多 所以女生更要吃莲苞的 女生月经什么问题要吃 比方说滴滴答答 伶俐不止的时候 我们需要吃 或是在更年期的时候 更年期的潮热不是倒汗的时候 它的莲苞本身的一个类黄同类 它可以达到一个抑制 更年期潮热的感觉 所以刘医师 女生吃这个莲苞 好像还可以稍微改善贫血嘛 对 没错 因为莲苞这里面含着 这种植物性的铁吸量蛮高的 那我曾经碰过有一个患者 他就是说从台南过来 他本身过去是有这个子宫肌瘤 我们的子宫肌瘤 有时候妇女会有点初血的问题 然后她还蛮小大概三公分 那妇长意思说就观察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建一些食疗 我说那你们台南 她说台南莲苞很多 我说莲苞的话 其实她那个铁还蛮多 而且田友里面她这个锡也蛮高的 稳住锡 那我们知道这个锡 会促进这个铁的吸收 那这个太太也蛮好玩 她回去她说她常常 她当然什么菜都均衡摄取 那她每天她会做点凉拌的莲苞 然后她说她这个三个月之后 她的血之处本来是 我们正常是12.5到13 她后来给我看的时候掉的是9.5 掉了蛮多的 所以脸色有点苍白 然后后来她调了三个月之后 她血就上升到11.5 所以而且她没有在初血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 因为她这个莲苞来讲 因为纤维质还其实蛮高的 所以她这样搭配之后她吃白肉 后来她的体重也下降 就减轻了 那我特别强调 刚刚我们讲这个莲苞 我最特别辟谣一下 最近很多的病人来找我说 柳医师这个 苞苞黏液的东西会致癌 因为各位在网路上来讲 现在很多的流传什么 什么黏液的东西 或含蜆都会致癌 那绝对不是这个一回事 很多人我不知道 这什么谣言怎么过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东西我们要拿证据出来 所以如果遇到像莲苞这种含蜆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它因为纤维质高 它的营养素也蛮多的 不要认为说这种会致癌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接着下来阿芳姐姐要分享 这个季节 很多人都觉得夏天的补 要稍微温顺 那你要分享大家 这个季节 有这么好的红枣 来做一个红枣糙糙 鸡汤 对 在家庭里面 妈妈做起来很大气 然后不难的一个鸡汤料理 好 然后我今天要做这道鸡汤之前 除了准备红枣 蒜仁之外 很重要的有一个 就是 这是我用那个韩式人生机 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把它改造成日本的风格 就我们在日本喝茶 有一个叫玄米茶 对 玄米其实就是 我们讲的糙米 对 只是呢 它要把糙米拿去擦好香 那个才会有天然 那个穀物的香味 对 不是甜糯米在肚子里面 来 可以看到 来我们先看 这个是原始的 还没有洗过水 生的糙米 生的糙米 这一碗是生的糙米 这个是炒熟的玄米 对 那是已经最后的成品 那你就是在家里面 找一支 耐温性比较够的锅子 然后你就开始 在里面一直干炒 一直干炒 开个火一直炒 炒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你会闻到那个 有 香味的出来 味香 就是味香的味 那本人热爱玄米茶 玄米茶就是这样的炒香的玄米 加上绿茶 是 而且你知道吗 它这样炒的过程中啊 除了使它香味出来之外 很妙的是 大家知道说 玄米有很重要 叫玄米多酚嘛 对 它的多酚类啊 大家都认为 抗氧化的这些好的成分怕热 没有 其实有一些多酚类 它是经过高温之后 它的活性会更好 真的喔 对 玄米多酚是这一类吗 它其中有一部分 像包括我们说的阿胃酸或什么 这个里面呢 它是在高温之后 它抗氧化能力更好 所以日本人喝玄米茶 是有逻辑的 是 因为它是玄米加上绿茶 那两个都抗氧化 对 都抗氧化 然后日本人就会觉得 这样的茶 比较能够多喝 就是说相对上 它比较不伤 是 对 因为绿茶 对 绿茶比较冷嘛 在水晶上是含两个 所以加玄米茶是平衡的 就比较温和了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在家庭里面大家也看到 不是说只有我煮今天的鸡汤 你在日常家里面煮汤的时候 你也可以比照办理 或者是 我们说夏天煮竹笋 以前老师会说 多丢一点米下去 你也可以改丢我这样炒过的 玄米一組 竹笋也很棒 好 就是大家学到一个 然后呢 找一支不要太过大 然后要烘的鸡就买土鸡 然后我们把爪子 头 这三尖把它都去掉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个中间里面的 所以这个土鸡去了头 去了鸡爪 对 那个脚的部位 然后要洗干净之后 让它 滴水滴 干净一点 然后我的习惯会把 这个刺尖的地方 把它拐进来 这样子在 如果在家里面 妈妈要换锅子的时候 要炖的时候 比较定型 好 然后现在呢 我准备了有去脂的 红枣肉 是 还有带膜的 蒜头 蒜头 你不要学人家新加坡 拍那个肉骨茶 一颗蒜球就丢进去 里面常常会有霉菌 对对对 你一定要剥开检查 洗干净 好 然后呢 就开始我们从 先放玄米 把玄米洗干净 瀝干之后 这样子 来 先放个 两汤匙 然后呢 放上了一些红枣 好 我们现在 这个红枣 就是要供应什么 供应这些米饭 它到时候煮好 有那个红枣的甜味 甜味 对 所以每放一两汤匙的玄米 我又塞个 就塞个两三个红枣 两三颗红枣 然后让它交替塞 对 然后来 这边把它放进来之后 那所以今天 确实像这个 韩国人参鸡 糯米鸡 那个概念 对 然后大概填到差不多七八分满 因为为什么 米饭它煮好 它会膨胀 对 它会胀起来 然后呢 找一只大一点 宽一点的锅子 我今天这只锅子 它比较小 但是我们把它示意 然后这个 在韩国的话 一般他们就会放鲜人参 对 那我在台湾我觉得 最家常可以拿到的一个 很天然的补养品 就是蒜头 可以补你的活力 是 然后带膜 就差不多一颗球剥开 这样子的蒜球 把它剥干净 所以韩国人放的是水生 我们放的是蒜头 还有两颗栗子 对 这是韩国人的用法 不用 我们就只有红枣糙 糙米 然后把水完全淹过它 就这样子 好 然后来 宁关先从哪里 先从屁股的地方 为什么要先烫屁股 让它收缩 所以现在用热水烫屁股 整个感觉在洗屁股 洗干净了 那如果在家 就一个小技巧 它就烘起来了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去处理 去煮它 那学生有问题 水分要放到多少 来 一定要盖过它 所以我刚刚有讲说 这支锅子太大欢 好 然后呢 很多人一定会说 很费事要熬这锅鸡汤 一定要花很久的时间 我想跟大家完全 Copy我的煮法 我是一个很忙的人 然后我很喜欢做这个鸡汤 我什么时候做 我晚上 我要吃的前一天 晚上吃饭烫熬 我就会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是一面在洗碗 对 然后它就在旁边煮到滚 你边洗碗清洁厨房 煮到滚 它就边在旁边滚 它滚了 我火就关掉 然后呢 不煮 闷它 它就泡里面 哦 然后呢 等到八点档九点档 通通都看完了 看完我们节目了 你要睡觉前 你再把它开一次 它是不是热的 对 很快就又滚 滚了你又把它关掉 对 去睡觉 欸 整个晚上让它冷喔 就泡在里面啊 它是不会坏的 因为锅盖盖着 没有冷空气 然后晚上 就等于说你放下去 煮滚一次 关起来 要再去睡觉前 再开一次滚一次 滚一次 想必明天早上起来 就入味了 它已经完全全熟了 好那时候你早上起来看 汤汁还是清的 对 早上你要刷牙的时候 你就再开 再开 滚了又关 好啦那泡了 今天可以泡到晚餐 中餐晚餐 你要吃的时候 你再打开它 煮十分钟 基本上它整锅的汤 就会这么清澈 对 你只要这样煮关 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它就会完全 第一清澈 可是它的浓度 已经开始 是 增加的 因为它会有米饭 超米嘛 最天然的鸡油 已经完全释出了 对 那我们一般在煮什么 莲子银耳汤 大家会想说 红枣就一起下去 变好酸喔 千万不要 那个红枣一定要在 你莲子煮到松 然后呢 把糖 冰糖加进去 那个汤头已经有 冰糖的味道的时候 你要关火前 你把枣子丢下去 盖起来焖 到时候你的枣子 它就是跟心太软一样 那个枣子有肉 是甜的 然后你的汤头不会反酸 可是你吃到是很有枣香 所以我在家 就是要吃的时候 要上桌前 再丢枣子 再丢 然后放一点盐 好 那最后这一个蘑菇 要加下去 这是我在家里面 吃鸡汤 口蘑鸡汤是最顶级的 天然味精 喔 懂了 所以这个 就会调鸡汤的鲜味 对 就是鲜味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最后还要加蘑菇切片 蘑菇 那这个蘑菇切片 也一样 它会熟得快 熟得快 一样是跟红枣跟蘑菇一样 最后再加 所以就很有料的一锅汤 好啦 然后这样就可以 煮滚了 就可以上桌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什么阿芳姐的 这个红枣糕米鸡汤 好好喝喔 真的超好喝的 我觉得 而且那个糙米这样完 你看一物三吃 喝汤吃粥 又配那个炖鸡 真的 而且你看它一次通通补到 因为古人说 如果你要不显老 就是一日要十三早 对不对 百岁了都还不显老 然后我们有粥 对不对 如果女生要使皮肤好 粥里就是要加红枣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 刚才我们提到红枣糕 富含维他命C之外 它其实呢 刚才讲的维他命B 还有一个东西 我们讲那个维他命P P这个东西呢 不是它正确的名称 其实就是细质那种 我们植化素里面的 这些类黄同类的东西 那类黄同类的东西 最重要就是把我们抗氧化 因为女生如果你不要老 或者人你不希望老 或皮肤好 很重要就是抗氧化 因为抗氧化可以让你这些自由基 不去对你的细胞造成过度的攻击 过度攻击你就会生病和老 所以这真的很有效 而且重点来了 我们以前每次吃这个 炖品里面的红枣 一烂 对 早就没有湿 就是湿骨无存的暖暖的 然后第二你完全吃不到它的风味 因为尤其没有味道 或者它已经吸的味道 甚至就是做放太多很酸 可是因为阿芭老师教他 最后才加 你看吃到的就好像 有点点吸水复原的红枣 跟它的香气是更浓缩的 甜味是在的 所以会觉得很鲜甜 对 它就是让你的汤 又多了一个口感 就是说它有咬感 而且又是甜的 重点是你这样子焖三次 就是其实开火没有很多很久 但是焖了这样出来 这个鸡它很嫩之外 它连鸡胸肉的地方 它是嫩而不柴的 我觉得它可以试 方法简单吃起来 口感又很丰富 然后又可以让你不显老 又皮肤好 不过刘医师 红枣据说 还是传说中的天然维生素丸 对 因为你看小小的一颗红枣里面 我们讲你吃的中文维他米有什么 什么维生素A B群 B1 B2 B3 B6 甚至叶酸 B12 C都有 红枣里面 它里面维生素A是比较少 但它有β胡萝卜素 β胡萝卜素 会变成所谓维生素A 然后它B1 B2 B6 B12 叶酸也都够 还有维生素C 所以它里面矿物质 钙 铃 铁 铁 我们刚讲过 对造血系统很有帮助的 所以他们大陆人做过研究 看看 到底这个病后就是我不管开一弯刀 它后面它的恢复的能力 如果加用维生素 一般我们讲的红枣 或是用一般中维他米 就它发现有用红枣这一组 它评估它伤口复原 起产反快一些些 那医院来讲它里面 不光是中维他米 所有的一些伪酿元素矿物质 它里面包括一些类黄酮等等 这是维他米比较没有东西 所以有这个号称天然的维生素丸 所以一般在 不是光我们病后 所以不是女生吃 男生吃的也很给力 对 也蛮重要 抛给力 对 像我刚刚讲 就我们那个有个总的科医师 他事实上自己 泡热水丢一两个红枣下去 他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帮助 我个人觉得说 因为这营养素是有加分的啦 所以平常来讲 我们在膳食料理 像阿芳这个处理方法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棒 非常香 太有营养了 因为你知道你要跟老公 请这个菜钱 他会说你这一整锅 就是为了让你自己皮肤好又看好 那为什么要租这些钱呢 那事实上你要说服老公说没有 你知道红枣对你也真的好好好 为什么很好呢 刚才讲的那些营养素之外 他有个东西叫环磷酸腺肝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如果讲得很清楚 就是它的作用跟威尔钢很像 就帮助人 所以它是天然威尔钢 我第一次听过 它的作用跟威尔钢很像 就帮助人 所以它是天然威尔钢 我第一次听过 它就是帮助你的血管扩张 让你比较容易充血 所以有时候中医来讲 他们甚至会觉得有些男生 如果你有胜气亏虚的 其实也可以 对 威尔钢圆厂腰好像一颗 很贵四百四五百块 所以我们可以说 是三颗红枣来抵威尔钢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就这时候请菜前 那一锅记得请一千二 真的 好那接下来明勇大哥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版的蜜莲子玉泥 对 因为一般我们这个 莲子也是这个时候的产季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 甚至我把它蜜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一物两吃 那首先我们准备这个一锅水 大概 你只要看你的今天 我今天用的量 大概这个新鲜的 我们洗干净 大概一大锅 那现在的芋头也是产季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 中部的芋头也是真的很香 很好吃 好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这个芋头大概切 将近一公分左右 其实这是一颗而已 厚度很大 厚度很大 那大概水分 刚好淹过 莲子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准备 刚好这个锅子的尺寸 刚好一颗一颗 刚刚好这样 那我们就准备 像我喜欢比较用一点 现在大家比较健康 你用一点椰糖 或用一点黑糖也可以 那你就 你知道你的量 我今天这个是大概两大匙 我就把它放下去 那我们这样其实也一锅 就搞定两个东西 好怎么样 我们就把这个芋头切了 大概薄薄一公分左右 你就把这个网架 就这样放上去 所以下面在煮莲子 上面在蒸芋头 你把它摊平 对 因为这样子切 你比较好熟透 那你下面密好了 对不对 其实上面也大概蒸熟了 好 上面大概把它摊平 那我们今天示意 给观众朋友看 这样子大概要维持多久的时间 其实这样滚起来 你开小火 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 你可以拿个筷子 把它这样擦擦看 就是这个已经有熟透 这样擦下去 会透 会透 会穿得下去 这个就是熟了 如果以一公分左右的厚度 大概十分钟 对 很快 那大概筷子穿下去 大概就OK了 然后取出来 你就会有两个 对 这是成品的 一个部分是汤汁 是有点糖水 也糖水 那它是泡了莲子 所以就有点点褐色 那另外一个蒸芋头 这样子就大概蒸熟了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搭配这个芋头 来做成这个芋泥 一般这个芋泥 大家都知道 都吃过那个潮州菜 它有这个芋泥 那一般它都用猪油 对 那猪油 大家现在都知道吃多了 怕怕比较担心 所以我今天用一点冷压的椰子油 好 所以我们今天用椰子油 来代替猪油 所以等一下我们吃 因为我们刚蒸熟热的 温温的去吃热的就是热的芋泥 那你把它找个模型装好 把它放到冰箱 放了冰起来 就会变慕斯 哦 我懂 它的口感就会有凝固的感觉 所以那个 如果你会做糕点的 观众朋友以后 你下面做一点那种派皮啊 派饼就直接香上去 很像用芋泥蛋糕啦 对 芋泥或者芋泥慕斯蛋糕 对对对 那我今天就把这一颗蒸熟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调理机来 好 那这个稍微滤掉一点水分 不要让它太软烂嘛 对不对 好 那准备要跟它一起打的是 椰子油 那冷压的椰子油相对是 比较健康的 没错 所以大概准备一小碗 油的分量要怎么去抓呢 其实我现在准备今天这个 像这个一颗大概是不到一斤 大概500克 对 那我们的这个蜜莲子大概是一半 大概250克左右 好 大概一半就可以了 好 所以蜜莲子大概取出一半 另外一半你可以当做甜点 当做小点来吃 对 还有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 点缀在我们的芋泥上面 好 我们就留一些 那当然这个甜味可能不大够 我就会 另外还有椰糖的话 我们再加一匙 看看等一下口感 因为芋头如果本身甜度够 我们就不用这么多 对 那甜度自己可以斟酌 对 那我们大概是100cc的椰子油 以今天的配方大概100cc 对 100cc 好 因为其实外头的芋泥 真的都是柱油 非常多 然后加很多它才会滑顺 对 没错 其实任何东西滑顺真的都是油 你看那种奶油 你看那个蛋糕很多甜点 很多那个顺口都是奶油 对 那最后我们加这个鲜奶 这个也是一般的全汁鲜奶 全汁鲜奶 哇 这感觉相当的rich 对 真的 芋头牛奶 如果你不当泥 如果你不当泥 其实牛奶多一点 芋头少一点 跟莲子少一点 就变成芋头莲子牛奶 对 有些人就特爱喝芋头牛奶 就跟木瓜牛奶一样 好 那我们把它用调理机 先把它打散 对 因为现在的芋头 其实它的那个 膳食纤维胶质也很多 所以它打起来就会很粘稠 它本身就会很粘稠 对 有耶 现在有芋泥的感觉了 好 没有大哥 我们现在把它打成泥状就好了 对 已经说打好了 哇 这好浓稠 我可以吃看 今天有个哥 所以新鲜的芋泥 应该这样子 有一点点灰灰色 没错 不应该是紫色 外头有一些芋泥蛋糕 跟芋泥的甜点 老是做成紫色 对 那一般我在家 我们这样打热就可以吃 就直接 它那个椰子油香味 好香喔 对 那这样子你热热的吃蛮好吃的 剩下冷的喔 我就会把它冰起来 所以变冷会变慕斯状 对 那现在当芋泥吃也非常好吃 对 因为它有一个酒 所以它冰了之后 它会变得有点 很像慕斯那个稠状的感觉 对 其实它口感更好吃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没有大哥 这个变汤版的芋泥很好吃耶 对啊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天气 如果冷就吃热的 那如果像天气很热 我就把它放凉状 一盒一盒一盒 你放在冷藏变慕斯 你放冷冻喔 变成芋头冰淇淋 所以放冷冻可以当冰淇淋吃 对 刮还是真的很好吃 小朋友很喜欢吃 对 而且真的莲子 真的是叫万人斩 万人斩就是它 任何人都百搭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刚才说降薪火的话 如果莲子 我们去配了一些 比方那个刚才说的芋头 对男生那个高血压 可以去降薪火解高血压 降高血压 就像他心悸或是失眠的时候 他可以去让他心悸失眠 加上莲子心 那像我们医院的时候 这时候比较好 比方前几天已经是立秋 8月9号过去了 8月9号之后 立秋之后到白鹿 是小朋友来说 是转股长高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四神汤 莲子会加芡食加排骨 所以我们在预防 因为台湾现在的教育做得很怪 就是我们来年的2月 就开始考学测了 所以我们都变成在 10月8月之后 就会开始吃烟莲子 加菊花茶 去让他考得很好 所以像今年我们的小朋友 考得非常好 就像很多医科的学生 或建中北医学生 是这样来的 所以妈妈只要用心点 在菊花和莲子配舞 或莲子和枸杞配舞 对小朋友的情绪稳定 安定 不烦躁不安的情绪 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个 把为什么中医 当作养生宝 这个对家里头的 男女老少都好 那最后 刘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咛 是的 现在我们是一个 什么时代呢 医食同源的时代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 大家生病喜欢 找医生开药方 其实这个我们希望说 从食材里面 就可以获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那么现在的食材来讲 如果你从两个方面 去看的话是更好 一个就是碱 一个是莲 什么 简单就好 像今天来讲 事实上呢 从我们这些简单的食材 有富含很大的 营养的学问就非常棒 第二个 稍微廉价 我们今天介绍的食材 不是非常昂贵 不用说花很多钱 好几千 好几万块去买 很昂贵的一些 什么维他命补充品 食材来讲 从小从莲跟碱 这两个方式 就可以让我们达到 一个非常健康好生活 我觉得今天这个 三位做得太棒了 太好吃了 好 谢谢刘医师的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养生三宝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 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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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